為什麼會把乳豬投射在桌上呢? 因為傳統乳豬出場時是粗兵 對於新人來說沒有特別 我們覺得會否把乳豬的效果 套進桌上做3D投影片 令他們整件事的感覺很新穎 再加上我們出賽時 整條片和出賽的款式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一個感覺就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除了乳豬之外 玩大到直接對新人的成長片段 那些早拍晚播都投射在桌上 為什麼呢? 你知道場地通常有些是看屏幕 要不就是看電視機 但場地不可能360度都是電視機 很多時候要用臉看, 側上頸 有些坐得很遠的話 螢光幕又很遠, 看得不清楚 沒錯 所以我們投射在桌上 令到那些賓客和新人 近距離接觸他們的成長過程 令他們進入成長 很近距離都能感受到他們的 均興浪漫甜蜜片段, 是嗎? 沒錯 我覺得無論是做婚禮師也好 或者坐在這裡做婚禮也好 我覺得現在就是新一代的婚禮 跟以前也有些不同 以前的喜歡, 譬如來個魚豬 吃完之後就來個蟹蟹 現在就是新一代比較精緻 譬如三個月婚會變成三小碟 其實挺精緻、挺好看 挺得體的, 是嗎? 當然了, 你說除了擺酒以外 能夠跟兄弟姊妹打休前 可以唱歌、打招呼 甚至乎把酒喝完後吃飯 跟很久沒見的朋友 結束後, 一起後派對 既可以滿足四大獎老 又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一起玩 我覺得整件事是完美的